根据大马统计局数据显示 华裔的出生率近年来出现下降趋势 让人不禁思索 当代的年轻一族是否更向往单身生活 配合农历正月十五 本台采访队走访了首都吉隆坡抛肝活动后 发现大部分民众依然有意组织家庭 但碍于种种的原因无法寻得家人 所以才将希望寄托在抛肝和捞肝 希望以此密得良缘 下来跟随镜头一起重温 昨天元宵节的精彩瞬间 哪怕天宫不作美 大批单身男女依旧撑着伞 穿着雨衣 在元宵节抛肝热门地点 吉隆坡交赖黄关城公园湖 排起长长的队伍 准备参与一年一度的抛肝活动 前来参与的民众先是用马克笔 在肝上写上自己的联络方式 随后抛入湖中的指定位置 等待有缘人捞起 值得一提的是 如今的抛肝活动已不再局限于女抛男捞 不论男女都有主动追求幸福的权利 不过对他们而言 是否真的能够就此密的真爱 一切以不强求不将就为基准 因缘这方面我是对于说 每个人就是都要去尝试一下 认识一下陌生人 通过陌生人才知道我们两个合不合适 因为他们在这里的女生 他们的目标比较明确 如果他们来这里 他们的目标是要拓担 所以如果透过其他活动 你认识 你未必能够有达到这个目标 如果在这里的话 他们目标明确 现在的男生应该是比较失魂的 我觉得 可能年代不一样 他们想太多 可能他们觉得一个人也挺好 我是有遇到 我是要才会吧 才会打算结婚 尽管天空刚刚下了一场大雨 不过这丝毫不影响 吉隆坡加赖一带的单身男女 先来湖边抛肝和捞肝的心情 不过大部分受访民众表示 他们来到这里抛肝和捞肝 最主要是为了体验这里的节日氛围 和这个传统又特别的习俗 至于能不能在此寻得良缘 还是其次 感觉很热闹也很新鲜 因为这个是我 20多年以来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 就感觉很有趣 其实是要体验一下这种抛肝捞肝的活动 也没有特地是要找什么 想体验一下这种热闹哦 这是一年也是嘛 就新年就特地跑过来这里 看一下自己的气氛 感受一下人家的气氛 就没有很特地是说要找个因缘 就是去来看看玩玩一下 我还蛮开放的 就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就这样 其实就是来 顺便来玩玩顺便来参加 然后最早到的找不到就是看看哦 虽然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 通过社交媒体或交友软体等渠道结交朋友 似乎更为简单便捷 但不少民众依然钟情于元宵节抛肝的这个习俗 毕竟这一传统民俗承载的情怀 和他所带来的喜悦是科技无法匹敌的 感觉这种活动比较有趣吧 因为这种可以互动又可以看到比较多人 可是如果那种daydayapp的话 就只是先于网上 然后认识到什么人又不知道 就很多偏局这样子 至少可以面对面了解到对方 知道它是一个怎样的文化 然后可以零距离的沟通 社交媒体是很重要 但是社交媒体上没有文部了 所以线下的话会比较有点文部 元宵节抛肝的传统起源于 这一句福建人民间顺口溜 意思是抛肝能够嫁个好丈夫 单身女性会在肝上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 并抛入水中再由男生用肠肝捞起 盼望能以此选择一段美好姻缘 马新社电视卓斯宁采访报道